真的很不喜歡參加這種場合 希望你們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不要再揍人了好不好 人生真的短暫 本來今天亞萍也應該來 戲裡頭他們兩個是夫妻 但是今天因為亞萍要帶琪琪到醫院去 再次做檢查 所以就沒有辦法來 真的很不喜歡參加這種場合 因為只要一看到是演藝圈的 我就知道就是一些老朋友要做的 我希望演藝圈所有人有年紀的人 兩年至少要身體檢查一次 像這種不好的東西 你只要早發現都沒有問題 不要拖到最後 沒辦法醫治了 然後這樣就動 希望你們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要好好保重 不要再揍人了好不好 我現在幾乎都是在家裡頭陪著小孩 幾乎很少出來應酬 因為看到這麼多朋友這樣走 自己再不把握的話 感觸特別深 其實我相信每一個人的感受都跟我差不多 大家不捨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上台總有下台的時候 人生也有落幕的時候 好好把握現在自己擁有的一切 活出自己想要的一個生命出來 我跟他認識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當時我有參加傷心報喜 那個時候開始有交往 所以他每一次非常的關心我 每一次不管大型小型的演出 他最喜歡就是要點我唱幸福在這裡 他每一次都要指定我唱這一首 所以唱這首歌的時候就想起他 太難過了突然間 覺得非常可惜他走得太早 希望他一路好走 其實我覺得一切都是巴格自己 設定好的腳本 他就是最大的製作人 安排得這麼的順利圓滿 連老天都幫他天氣這麼好 其實巴格帶著我們低調的做了很多很多事 而且因為他知道他自己的病 所以他已經跟寶如都交代好 包括協會的方向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很謝謝他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聰明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善良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熱愛人群 熱愛這個行業 我覺得他這一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風光 而且非常非常的圓滿 我想要跟巴格講 你現在當天使了 未來我們會天上見 一定的 那天加見的時候我只有講說 你看你給我的稿卷 我都考的一百分 我就可以交卷了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對 我堅持下去 傳承他的理念下去 謝謝大家 你們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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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謝謝 這些 謝謝 我們 謝謝